大家好,我们现在呢,开始介绍地周章的内容 地周章呢,我们主要来说一下标书的写作啊,这一个问题 因为标书的写作呢,每个人的写法是不一样的 包括很多专家等等的,他们呢,可能都有自己所认可的一套写作方法 我们也看过很多很多的标书啊,包括也写过很多 那这些标书的写法,包括很多中标的,他们的写作风格有可能完全不一样 但是呢,其实主要的目的就是能够拿到 呃,我们先介绍一下基本的情况啊 那首先要看的就是标书的结构 对于一份标书来说呢,呃,我们包括了这些结构啊 其实有很多比较重要的结构,我们会重点来说一下 一个呢,就是呃,题目啊,标书的题目啊 然后呢,是摘要,呃,中英文摘要以及关键词 呃,再往下呢,就是项目的主要参与者 然后资金预算表和资金预算的说明书 啊,第五部分就是整个标书的中中之中啊 就是报告的正文 它这里面都有一个要求的啊 说,请大家呢,参考以下的题纲啊 撰写,要求内容详实清晰 层次分明标题突出啊 大家看到啊,这里面有强调了一个层次分明啊 标题突出,切勿删除或改动下述提纲 标题及括号中的文字啊,大家不要自己找一个模板啊 这样的你格式上面,格式审查,审查都过不了的 那,报告正文里面包括立项依据啊 研究内容,研究目标,以及你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啊 还有呢,研究方案及可行性分析 呃,研究方案及可行性分析里面呢 包括了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实验手段和关键技术 再往下呢,就是特色及创新之处 然后,呃,年度研究计划及预期研究结果,还有呢,就是研究基础 啊,再往下,呃,我们一部分,呃,呃,慢慢说啊 就我们重点看,呃,我们的主要的内容里面啊 主要的内容就是立项依据 呃,立项依据这是和研究内容呢 这是我们写作标数里面的重点 大家在写的时候可以完全按照,呃,他给你提示的这一个逻辑顺序来写 比如说,你在写立项依据的时候 先写研究意义 再写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动态分析 再写呢,需要,呃,科学,呃,结合科学发展的趋势来论述科学意义 你就可以这么来写 也可以呢,说直接结合需要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来论述 就前面我们说的,那我们介绍问题的时候呢 先介绍进展,然后呢,留问题 然后再针对,呃,留下来的问题呢 再说做所做的工作或相关的进展 然后呢,再继续留问题 这样的话呢,把我们的论述逻辑不断进行深化 啊,这里这里面有一个从浅到深的一个过程啊 然后第二部分,呃,大家看一下 这里面呢,叫做,呃,也是重点的阐述内容啊 就是研究的内容 研究内容和研究的立项依据呢 这两部分加起来一共四千到八千字啊 总体上来说呢,呃,对于标数来说 呃,呃,就写作的字数多并不是一个特别,呃,优势的事情 你只要把你要做的事情 或者是说你要,呃,解决的问题 然后,呃,把这个问题给讲清楚了就好了啊 没有必要说,一定要写到八千字 甚至更多啊,这个,呃,字数多了 没有特别好,没有,没有什么用的啊 然后呢,就是研究的目标 以及呢,你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 研究目标呢,那我们后面会再看一下 然后第三个,方案可行性啊 大家看一下,每一个题目里面 它都会具体给出来 你要写的东西啊 对大家来说呢 你需要知道这些具体的东西是什么就好了啊 然后你写的时候就挨个写就好了 比如说第三,第三部分 那你就是,呃,研究方案及可行性分析 那三点一,研究方法 三点二呢,技术路线 三点三呢,实验手段 三点四,关键技术 你可以这么直接来标注就好了 就标注上啊,这样的一个编号 啊,第四个呢,特色于创新 第五个呢,就是年度的研究计划及预期研究结果 呃,包括啊,这里面的大家看一下啊,学术会议啊 啊,交流啊,等等 啊,第二部分呢,就是研究的工作与,呃 研究基础与工作条件 那研究基础前面的时候 我们在选题还有呢 就是设计课题的时候给大家做过介绍 一般我们包括啊,就是间接的基础 还有直接的基础啊 包括啊,大家看一下这里面也有啊,取得的啊 研究的工作积累和相,呃,以取得的研究的工作成绩 然后接下来呢,是工作条件啊 工作条件这一部分呢 大家可以说一下 比如说你实验室的条件 学校的条件啊,等等 这个呢,它的计划一落实情况 一般情况下,这一个呢 呃,对大家来说的时候 你可以看一下 以前的时候 你们科室里面如果有申请过的 那这一部分他基本上都会写过 啊,那你可以看一下 但是要注意一下 这里面还是要 不要完全抄啊 你要呃,相应的进行调整一下 第三个呢 是正在承担的与本项目相关的科研情况 包括了,比如说国资兰基金啊 等等啊 你你如果是正在 已经有啊,国资兰基金的项目正在承担的话 那你要著名项目的名称 编号经费来源 旗帜年月啊 以及与本项目的关系 及负责的内容 等等啊 你包括你申请和参与的啊 都要写啊 这个地方 不能呃,说 大意啊 然后第四个就是完成的国家基金的情况 这一部分呢 对于很多申请面上项目的同学来说 一定要非常非常重视 因为这一个呢 他反映的是你 呃,大家看一下 呃,他这里面的说法是对申请人负责前一个已经截提的项目的完成情况 后续研究的进展 后续研究的进展与本项目的关系加以详细说明 另外另付呢 已经截提项目的工作总结摘要以及相关成果的详细目录 这个地方为什么要要求这么高呢 就是因为呃,特别像一些面上项目啊 那他对于前期的工作基础要求是非常看重的啊 非常看重的 呃,如果是你前面一个科学基金解体非常好 然后呢,比如说你发了一篇文章分数非常高啊 假如发了一篇十分的文章 或者是呢,发了几篇五分的文章 他会专家也好,或者是基金委也好 他会认为你对于呃,把这个项目批准给你呢 是一个非常可信的 就像人的信用一样啊 那你前面这个项目呃,做得很好 就相当于说你借了基金委啊,这样的钱 然后呢,你花了这些钱以后 你给他产出了很多成果 那这一部分是一个非常好的 那你后面再借的时候 比如说你再拿一个项目的时候 那就比较好拿了啊 这是这个意思 好,我们呃,看一下 分别看一下各部分的写作 第一个呢,就是立项依据 立项依据是整份标书里面的重中之重啊 其实像前面我们说的题目啊 题目呢,我们会在第二节里面啊 包括摘要啊 包括一些其他的地方啊 其他的一些东西 我们在第六章的第二节 就是在下一节课呢 会给大家做介绍 他可能有不同的写作方法 但是立项依据作为标书里面写作的重中之重呢 是大家一定要非常注意的 当然呢,立项依据也就是虽然字数比较多啊 其实你写的时候呢 一定要把逻辑性还有条例性给理出来 那我们建议是怎么写呢 就大家写的时候啊 要把你每一段的总结语和断手的话给加粗 然后呢 你可以加粗 也可以加下滑线啊 都都可以啊 那我们说在写作的时候 一般我们前面在介绍啊 我们在写写这种设计思路的时候啊 给大家说过一般包括七步啊 那你七步的有一个启程转合啊 比如说你先说意义 然后呢 再说问题 那意义这一部分和问题这一部分都是你要重点加粗的 那比如说我们啊 做有一个疾病 那么这个疾病在治疗过程中呢 有一个问题 比如说啊 它的耐药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好 这一句话 你作为一段的它的末尾啊 加粗下滑线 然后下一段你承接这个问题来写 比如说为了解决耐药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国内外展开了哪些研究 其中比如说我们想做干细胞啊 为主的研究 那你可以说干细胞与耐药的关系 这是一个研究的热点啊 相关的一些文章等等 你要加一个综数 那接下来呢 你要结尾啊 这一段要结尾的时候 你比如说干细胞 那在干细胞研究的时候啊 有很多人呃 展开了很多研究 那你提一个问题 比如说从环状炎的角度来做的 可能比较少啊 又留一个问题 那这是第二段的一个结尾 这是以问题做结尾 然后下一段呢 你去写的时候 为了研究环状炎 与干细胞的关系 那又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你做了那些工作啊 就是以前段的总结 留问题 后段的写作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做了那些工作 然后你最后再留一个问题 这样呢 就会以问题为导向 整个的论述呢 不断深入啊 有这样的一个逻辑过程 最后呢 呃 我们做到哪一部分呢 做到我们的工作基础 我们提出科学假说的时候啊 这一部分开始做总结 比如说前面基于前面的这么多的呃呃 这样的一个科学的进展 包括我们的工作基础 我们提出这样的一个科学假说啊 这是一个总结的情况 就是你既有基础又有假说啊 那么这是提出了一个假说 提出这个假说以后呢 再给他细分 这里面我们要说的呢 就是这个假说啊 为了完成这个假说 我们要做哪些事情 那要做的这些事情 同时又是呃 标书里面研究内容的 它的一个呃 下面啊 我们要展开说 研究内容了 他们两个要进行匹配 最后的时候 那你再简单的再说一下 我们解决这个科学假说 或者解决这个问题 它有什么意义 最后再放上我们的呃 我们的那个什么啊 就是参考文献就好了 研究意义这一部分呢 就是我们看一下意义 问题引出意义 然后呢 一般呢 是一到两段啊 大家要检练一点啊 就是立项一句 不要不用 没有必要写太多东西啊 包括很多基本的概念 比如说买款呀 它是一类 比如说有22个 22到25个NT的 这一类的非变码 当然等等 这一类 其实你你千万不要写太多 专家 你要相信专家的 它的专业性啊 你你不说他也知道的啊 还有呢 就是切勿夸大啊 就是这一个呢 跟我们的读 就跟我们的创新性啊 或者是我们的特点 其实是一样的 写东西呢 一定要客观一点 不要啊 把自己夸上天去啊 那你自己上天上去 你让把专家放到 什么样的地位 专家心里会比较反感的 所以一开始就决定了 对你这份标识是 是你自己觉得很牛 但是专家觉得你不牛 所以就不给你啊 呃 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和发展动态啊 为了解决问题啊 以问题为导向的 第二个呢 是客观介绍事实 是切勿呢 主观来评价啊 第三个呢 是结合问题和研究现状 引出自己的工作 进行简要的介绍啊 你比如说你前面啊 针对某一个临床问题 发了哪些啊 相关的临床的文章 然后基础问题呢 你又做了哪些 比如说有文章啊 或者是有些相关的工作 但是在立项预计介绍 前期工作的时候 一定要简单一点啊 不要太复杂 而且一般来说啊 在写立项预计这个呃 的时候放的图片 不要超过五张啊 不要就一般 你像我们自己写的话 一般可能也就两张啊 最多两三张这样的一个图片 你如果是放了大量的工作基础 在这一部分 你又不是这一部分 又不是说工作基础 这一部分的工作 你要简单的说一下 你做了哪些工作 有什么结论就好了 特别是你发的文章啊 就可以了 然后提出啊 科学假说 然后绘制科学假说实义图 现在啊 我们啊 就是既然大家听这个课程 我们呢 跟大家说 如果是你要自己写标书的时候 建议你明确的把你的科学假说提出来啊 就是基于怎么样怎么样的 我们提出这样的一个科学假说 加一个冒号 然后这个科学假说是什么样 然后呢 同时配上一个科学假说的实义图 机制图 或者是我们以前说的那个摘要图 你可以用各种各样的软件来绘制 这是一个标准的流程啊 然后呢 就是呃为了证明假设我们要做的工作 然后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我们前面有说过啊 有有几个原则 比如说时间啊 还有呢数量啊 还有就是格式啊等等啊 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我们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例像一句写作 那我们要证明某一条环状癌根 呃通过调节啊 通过麦克兰来调节 snill这个蛋白从而调控 上皮兼致转分化 EMT这个过程从参与肠癌的转移 这个临床问题上面 那我们写的时候 第一步呃肠癌的转移它的危害啊 第二个呢 揭示肠癌转移危害的一个角度 是上皮兼致转分化EMT 第三个呢 是肠癌的EMT的研究现状 比如说啊 那么snill 它是一个明星的分子 有那些报道说了 比如说麦克兰呢 是调控snill的表达的 然后第四部分 为了解决啊 一个你前面写这一部分的留个问题啊 就是呃 麦克兰的调控snill表达 确实也跟EMT有关 但是呢 麦克兰本身是受到什么因子的调控呢 我们从呃 非变码的这个角度 来展开了一个工作啊 比如说 哎 我们发现某一条环状态呢 它跟呃snill的表达 跟麦克兰的表达是有相关的 而且影响到EMT 所以呢 呃 你还要交代一下这条环状态 你是怎么筛选出来的 比如说通过芯片 然后经过样本的验证 再加上功能的验证 好 选了一条点环状态 最后呢 推论和假设啊 这一条环状态通过麦克兰 调控蛋白表达 还有EMT 那这个思路 其实跟我们前面介绍的呃 曹雪涛院士那篇文章 我们改写出来的 其实是非常像的啊 最后一个就是带开展的工作 呃 那呃 立项依据 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七步啊 这七步 最后一个呢 我们说参考文献当时说 需要注意的啊 那你文章的数量 然后呢 这个呃 还有就是你的时间啊 等等 呃 把关键的重点给提提出来就好了啊 还有就是像这种基本的信息 你在引用文章的时候 引用最新的一些数据啊 然后研究内容 那研究内容 我们在说的时候呢 一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说啊 就是为了证明科学假说呢 呃 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来验证一个科学假说 一般呢 包括两个维度 三个主题和四个层面啊 两个维度 一个是干实验和一个是湿实验 干湿结合啊 一定要干湿结合 干实验呢 指的是生物吸引学预测 包括我们前面 给大家介绍过的数据库 网站啊 等等 包括这种 比如说TCG啊 等等啊 基优的等等 这都属于干实验 那只有干实验是不行的啊 纯粹预测的数据 是会很容易被专家所攻击的啊 那又要结合诗的实验 诗带实验就是评论我们做的细胞的 动物的 分子的等等 这些都是诗的实验 三个主题啊 三个主题 一个是临座意义 还有一个呢 是体内外的功能 也就是我们的细胞啊 或者是说动物水平的它的功能 还有个就是相关的机制 在这个三个主题里面啊 很多情况下 比如说你是想治疗的 那么临床的这一部分可能是很难涉及到的 也就是说你只用功能和机制 这两块细胞动物和分子啊 只涉及到这一块呢 我们就就够了啊 有一个重点啊 有一个重点就是机制这一部分 我们前面一直在说 一直在说的一个问题 就是机制这一部分 呃 有几个啊 嗯 我们就说唯一一个最关键的点啊 机制的设计尽量不要只出现表表形上相关的一些马可的检测啊 就是你你比如说细胞的调啊 你除了检测一些开space啊等等这些关键的马可以外啊 你要看一下 他相对来说中上游的这些分子 他的调控啊 是怎么样的 大家把那个我们说的弯节游套路给好好的用上 这个机制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然后呢 科学呃 就是医学部最常见的闪述逻辑 那这是我们前面说过跟生命啊 学部它的不同点啊 那医学部因为我们关心的是临床问题 或者是说动物的表形 那临床问题你可以先从疾病出发 从样本出发 然后筛选差异的基因经过验证啊 这是一个 或者是说呢 从动物表形 你要先建立疾病的动物模型 那我们采取干预 比如说中药干预啊 或者是把一个基因给它敲掉呀等等 那这是从动物模型出发 首先证明表形 那这是动物模型啊 首先要证明表现 临床问题首先要挑关键的分子 找到关键的分子 以后呢 你从表形到机制 到机制的时候 大家可以考虑的啊 考虑的是上游和下游 下游是什么样的 上游是什么样的 然后呢 下游大家在做的时候 检测表形的时候 先检测一些marker啊 就是大家已经公认的 这些marker的蛋白 特别是在信号通路里面 下面的啊 这样的一些蛋白 然后呢 你再看这一个新的因素 是如何和marker 就是这些特别下游的一些蛋白 他们之间调控的 你可以从我们万经游套路里面 挑啊 挑micron 挑转动因子 同样的上游也是啊 上游的时候 我们前面在介绍的时候 说过啊 有一个叫限制条件 也就是说 这一个因素 它要发挥作用 你要看一看 或者是想一想 有没有影响的因素 比如说我们前面在介绍 微环境的时候呢 像这种缺氧啊 等等 或者是像一些因子的刺激 比如说严重因子的刺激 是不是这一个分子 发挥功能的先决条件 然后呢 你再看这个分子 它被哪些东西 直接的调控 那你比如说 你可以从假计划呀 或者是从转入因子呀 等等从这些角度来展开 整个的机制设计从前入身啊 从整体到局部不断的往下做 我们前面也给大家介绍过五步法研究分子机制是怎么来做的 然后研究内容呢 基本上就这三部分啊 临床的问题 一般是相关性 或者是疾病的诊断啊 或者是愈后啊 然后呢 这个第二个呢 是功能的 功能呢 就是说 本身它的功能 以及我们干预的表情啊 这是两个方向 第三个呢 就是分子机制 我们五个层面 五个方法啊 然后研究内容的 我们的注意事项 第一个呢 就是要有逻辑性和条理性 你可以这样啊 比如说你可以给它进行编号 2.1是要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方法来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的编号 然后下面呢 细分啊 就是说 呃 2.1-1啊 或者怎么样 你可以说第二部分啊 第一部分是怎么样啊 第一点一 或者你加一个小的 比如说括号等等来标注 这个就是条理性啊 逻辑性就是要有一定的连贯序啊 连贯性 比如说你先说啊 临床的 然后呢 主要的目的是通过挑选某一个基因 然后呢 我们再做这个基因它的功能啊 然后最后的是要看为什么它发挥这样的一个功能 最后再返回来看 它既然有这样的一个功能 或者有临床的相关性 我们是不是能够进一步的来指导我们临床上面 比如说治疗呀 或者诊断等等 然后呢 是突出重点啊 因为研究内容呢 它跟研究方案是不一样的 不要把太多的呃 乱七八糟的东西全都写上去啊 你把重点写上去就好了 不要写太多 嗯 然后要还有呢 就是呃 研究内容 还有呢 它的研究方案呢 是重点 要交代清楚关键的东西啊 大家看一看啊 对于专家来说呢 他关心的那些东西 特别是一些动物食言啊 分组啊 重复时间点 比如说你要打一个 注射一个药呀 或者是打一个 比如说我们要干预一个SRA 你的策略是怎么样的 比如说你什么时候打 这是一个时间点 然后呢你关键的细节 比如说那你怎么来保证动物呃 他你干预的这个方式 他对于某些器官的一个负极啊 等等啊 那第五呢就是呃 方案的设计呢 需要根据申请项目的类别和单位综合来考虑 切记呢 过于复杂 或者过于简单 呃 有这是两个极端啊 过于复杂呢 比如说你申请一个青年项目 可能也就只有 现在只有17到20万啊 这样的一个经费 那你如果是设计的太复杂 甚至涉及到一个面上项目的 专家会说你设计的确实太多了 而且呢 你前期的工作基础都没做 呃 那这是肯定会给你给你给呃 给付的啊 然后太简单 太简单的话 这个就不说了 大家很多项目设计的都是太简单的 考虑不太全啊 然后第六个呢 就是国资安基金 他偏重的资助的项目类型 那我们前面说过啊 是偏重于基础 或者是基础和临床结合的 那你纯临床或者应用的方向 他是不支持的 我们看一下他的写作逻辑啊 那么先从临床意义说啊 就是前面我们说的呃 环状RMI款以及肠癌转移的 他的呃相关性 然后动物的细胞实验 这里面在做这种功能实验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记得有个实验要做啊 就是挽救实验 然后分子机制五步法 我们就不说了啊 再往下看是研究目标和关键的科学问题 研究目标呢 一般两到三句话 青年呢是两句 面上是三句 而且写作的呃都有一定的这种种模式的啊 我们在呃肿瘤啊和环状还介绍的时候跟大家说过 比如说通过某个手段 探索啊 阐明明确确定啊等等 来来有有这样的一个模式啊 手段加目的啊 然后你解决到关键科学问题 一般呢是两个啊 说关键啊 大家注意两个 一个是关键 还有一个科学问题 不要呃各种各种各样的 我科学问题都都列上去 而且科学问题跟技术是不一样的 后面我们还会接触一个呃 关键的技术 这两个呢 问题是问题啊 是解决问题的 技术是用来解决问题的啊 呃下面呢 就是研究方案和可行性分析了 在阐述研究方法和实验手段的时候呢 一般的常见的阐述的模式是总分 先总后分 也就是说 你要先说 我们这一部分是要完成什么样的一个目的 比如说我要研究这一条缓装癌 在长癌里面的功能 或者说看啊 缓装癌呢 它促进长癌转移的功能 那你可以通过啊 A技术 B手段 C途径啊 D实验 E方法 来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 你可以给它编号吗 然后接下来的时候展开说 A图境 B手段 C 呃C等等啊 就这样的展开来说 这是总分的方法 每一个不同的部分 你都可以这么来说 总分来说 总分来说 这样的话 专家在看的时候 他会非常清楚啊 知道前面你所说的 你的目的有了 然后方法有了 具体的方法都有啊 然后呃 这里面提醒大家一点啊 写实验方法 实验方法的时候呢 有可能你的实验方法 可能是 比如说 别人在做相关研究的时候 用到的 比如说 你是做长癌的 就是我们这个方案 那 哎 你看到 啊 我们举个例子啊 比如环状A和 呃 麦库A的结合 用到了一个 RIP实验 然后呢 你在做 你看到啊 比如别人 他有一个肝癌的研究 那你在 有可能你是直接复制啊 或者是翻译的啊 那你一定要注意一下 这种细节啊 就是肝癌到肠癌里面 你有可能会出现 你每哪一个点你没注意 还是说用到的 呃 这样的一个 比如说肝癌啊 那专家正好看到了 他会给你提一个非常 非常直接的问题 就是你明明是做的 长癌 你为什么要用肝癌的方法 我其实这个大家知道啊 这是因为你抄的呀 或者怎么样的时候出的问题 但是呃 魔鬼啊 就出在这种细节啊 问题上面 然后就是技术路线 技术路线呢 呃 需要大家注意的 就是跟研究内容要对应啊 对应 你主要的目的是通过技术路线 让大家 让专家呢 一下看到 你要证明的 呃 通过哪些实验 来解决什么样的一个目的 来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研究方案啊 所以呢 你要研究内容相对应 包括他们的阐述顺序 比如说你研究呃 内容里面啊 你说的是先做呃 临床的 然后再做细胞 再做动物 那你技术路线的时候 也要有这样的一个对应的顺序啊 呃 但是呢 你更要检练一点 不要太多 如果是技术路线成为 研究内容 它的一个 你直接复制过来 只不过放到一个框里面 这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呃 当然了 你可以分开 也可以合并啊 分开和合并 那分开一般情况下 随着现在对于基金的要求的升高啊 我们一般是建议大家呢 分开啊 分开来画这个技术 呃 技术路线图 你可以按照不同的研究层次 来分成两个或者三个 但是一定要注意排版啊 有很多情况下呢 不要让大家让专家看你这份标注的时候 非常别扭啊 就是你前面的说明在一页 然后呢 比如他打印出来了啊 那这个技术路线图在另外一页 那这个时候他要翻开 翻到前面看内容 翻到后面看技术路线图 这个时候他非常不方便的 那这个也是要注意的啊 然后呢 使用的绘图软件啊 Microsoft的Vizio 还有E图等等 Press on等等 大家可以甚至像啊 像我们的这个PPT啊 也可以画 这个地方是重点啊 技术路线摘要 还有啊 我们呃 我们的那个项目的立项依据里面 每一段你重点标出来的这些话 全都是专家重点看的 还有后面呢 就是你整个的啊 你的工作基础里面的 你的包括前面的工作 你发过的文章等等 这些都是专家看的重点 大家想一想 如果你给你只有五分钟的时间 你是不是看这样的一些重点 就能理解了啊 好 关键技术 关键技术呢 它不等于科学问题 跟前面大家要说的关键科学问题 要注意一下 常见的关键技术呢 你比如说啊 对大家来说啊 有些动物实验是比较难的啊 这是一个关键的技术 它要证明啊 它的一些动物 体内的一些功能 这是一个 还有那些分子的实验 比如说我们前面列过的一些 九大的分子实验等等 这些可能是有一定的技术难度的 还有呢 就是一些新的技术 比如说你要通过 前面我们介绍中药的时候 通过蛋白质组学 这样的一个手段 来阐明中药 它治疗或者干预某个疾病 它的分子机制 那可能蛋白质组学里面所用到的 叶相 偶连制服 这样的一个技术呢 可能也是一个关键的技术 然后对于技术 说明了技术 对于解决问题的作用啊 你不能说你只是说这是一个关键技术 然后呢 你还要说一下 这个技术 它主要是解决哪个问题的 要体现出这样的一个思维啊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必须要用到这样的一个技术 而且呢 这个技术 我们有没有条件来解决 比如说我们有条件了 那你比如说你要做一个动物实验 那如果你前面已经做过 你把这个动物实验的图要放上来啊 有图有真相吗 那如果是没有实验 那你要给出一个解决办法来啊 否则的专家会觉得 是你这专家 你这个技术非常重要啊 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你又没有条件做 你提出来 其实没有什么意义的 他会说你整个的实验条件 软件硬件经验人员等等啊 都没有这样的一个条件来实现这个技术 那他会对你整个的项目可行性提出问题来啊 然后就是一般的一到两到三项不宜太多 呃 第四呢 是特色与创新之处 这个点呢 呃 我们前面跟大家说过啊 一般的话 创新点一到三点啊 可以结合研究内容 另一项一句说明 这里面常犯的一个问题呢 就是呃 有点呃 大家呃 有的时候 特别是刚开始写的时候啊 分寸把握不好 你既要体验出自己项目的一个优势啊 或者是特色来又要避免一些非常主观 或者是说非常极端的一些词啊 这样的话 呃 确实会引引起专家的一个反感啊 然后第五个就是年度计划及预期研究的结果 这个呢 是呃 你具体要看一下 比如说你青年是三年 面上的是四年 在这个时间里面 你要把你的经费 还有呢 你整个要展开的研究工作 给他分配到这样的一个时间点里面 一般来说呢 是以季度或者是半年啊 六个月为单位的 你要结合你的研究内容合理的分配啊 啊 还要考虑的后续的解体的一个时间情况 比如说 那你有既有临床 也有细胞 也有动物的 还有分子机制的 那在这些里面 可能分子机制会占你很多的时间 而临床 可能你要考虑到收集样本 那一开始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那么多样本 那你可能就要把临床这本工作 放到后面来做 那你可能要先做细胞的啊 先做动物的等等啊 呃 计划呢 包括呃 呃 我们的工作啊 比如说我们要做哪些工作 通过这个工作呢 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的 包括我们的成果 比如说我们要发什么样的文章出来 那即使没有文章 那我们呃 整理数据 这个也算 包括开会啊 等等 研究成果呢 是有理论成果啊 比如说 呃 解决我们前面临床上面所提到的问题 这是理论成果 然后呢 像一些实质的产出 比如说文章里面啊 文章我们包括中原文的文章 ICI的文章 核心的文章 等等 还有呢 专利 可能就像国家的专利 还有国际的专利 等等 还有人才培养 培养一些呃研究生 或者是呢 呃 帮啊 就是各种各样的啊 学生啊 等等 这是人才培养 还有就是会议 比如你要参加什么样的会议啊 这是第五部分 第六部分呢 就是呃 研究基础 那研究基础 包括间接和直接的 前面我们通过案例的时候 给大家做个介绍啊 这一部分呢 是一个比较繁琐的工作 但是呢 它可以证明你的专业性 特别是像画很多图的时候啊 大家呃 现在有非常多好用的图 像graphpad呀 等等啊 这些图你在画的时候 一定画的漂亮一点 而且呢 你就把它当成你在整理 写作一篇文章 那怎么让别人看着舒服 怎么能够更加直观的 展示出你的结论来 你怎么来啊 怎么来说啊 一般的写作逻辑呢 先说目的 比如说为了 嗯 解决这样的一个目的 或者是说 比如说为了我们要研究micron啊 micron在某个极变里面的功能 我们通过啊 金沉默或者是过表达的方式 选了某些细胞 然后呢 在这细胞里面做了那些实验啊 这是方法要交代 交代以后呢 啊 那这个实验做完以后 我们发现 这一个micron它对于疾病的影响是怎么样的 这是它的一个结果和结论 然后呢 你要配图啊 配图说明 一般情况下呢 写的时候 还是一个总分的方式啊 就你先写你的 通过什么样的 先写这个 这样的一个总的一个结论啊 先写这样的一段 然后呢 再往下写的时候 配图啊 说明 比如说 一图二图啊 A图B图 就像我们的那个组图啊 然后把图放上去 最后呢 在图的下面说明啊 再加一个说明 比如说ABCD这几个图分别说了什么事情 然后呢 因此我们回应前面我们一个总分总啊 第一个总它所说的一个结论 这里面也要注意一个逻辑顺序 大家可以比较好处理逻辑顺序呢 就是你左边编号啊 第七呢 就是工作条件 这个呢 我们就不详细展开说了 大家有什么问题啊 可以在群里面我们直接沟通啊 一般包括单位的硬件 还有课题组的人员 我们稍微再说一个注意事项啊 就是参与的人员 参与的人员呢 大家要理解这样的一个道理啊 你是申请人啊 包括我们 我是申请人 那我是申请人的话 我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 我的课题组里面所参与的人 可以对我执行整个项目起到帮助作用 但是呢 又不能强调我的风头啊 这是一个非常呃 就是非常直观的一个说法 就是因为我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 或者是申请人 那如果大家经常犯的一个呃 一个错误啊 就是我觉得我课题组里面的人越牛 我这个项目拿到的概率越大 呃 大家反倒是忽略了 专家会觉得你比如说你一个项目里面 你有三个 比如说主任在这的话 你这个项目 你自己想一想 大家可以自己想一想 三个主任在这 你去申请一个青年项目 专家会不会觉得这个项目是你在负责 而而不是主任在负责 这样的话 这个反倒起到的是一个反的作用啊 好那么有具体的问题我们在群里面具体的沟通吧 这一部分内容就到这里 啊 感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的观看